小朋友玩得搖搖木馬 居然可以走路還可以轉彎呢 您看過嗎 這是台灣人的創意發明 可以前後擺動的木馬 你可能騎過 但這次可以前後移動 甚至轉彎的木馬 你試過嗎 擺脫傳統的刻板印象 木馬現在也能當真的馬騎 但實際用起來 好像有點費力喔 要移動好像比較費力 我流汗耶 對啊 所以我們這個 有減肥的功能 如果大人來騎的話 原地咬 你咬久了會覺得很無聊 再加了這些功能之後 其實會讓小孩子更有興趣 林先生的拐杖結合木馬的創意 讓原本被人遺忘的銅萬 現在又有了新的生命 而同樣吸睛又實用的 還有這個 有別於傳統的垃圾桶 新型的靜電商品 省去用手掀的麻煩 只要身體一接近 蓋子自動打開 像類似這種老人的話 會比較方便一點 可以避免延伸細菌 整體之外 如果遺傷省錢 這台風力發電機 也是不錯的選擇 雖然看起來不太起眼 但改良式的發電裝置 讓你每天都能省荷包 600瓦的風機的話 如果我們在台北市的樓頂 吹一個小時的話 我們以30%的轉換效率來看的話 它總共有180瓦 而我們這180瓦 可以供應27瓦的省定燈泡 6顆一個小時左右 小創意大發明 看完這些新奇的商品 電視機前的您或許動動腦 也能有新發現 明視新聞 郭書明 吳志宏 台北報導